房子并不是越大越好 这期视频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房子不好卖 什么样的房子特别的好卖 先说不好卖的房子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超过100平米的两居室 这种房子的布局设计非常不合理 利用率低 将来两个孩子成为家庭的标配 这种房子会慢慢被市场淘汰 第二就是超过120平米不通透的三房 像一T多户的中间户 这种房子的采光通风差 虽然面积大 但是居住的体验感并不好 第三种就是超过200平米的大平成 这种房子一般是属于豪宅级别 不仅总价高 而且将来要卖的话 交易税费也会特别的高 这种房子在个别一线城市好的地段 成交量还抽合 但是在其他城市根本就没有什么流动性 第四种不好卖的房子就是富士住宅 这种房子中看不中用 车放睡觉还得楼上楼下跑 年轻小伙最容易头脑发热买这种户型 感觉像是有隔掉 结果却是生化跑了掉 买了就会后悔 关注我下期告诉你 什么样的房子特别的好卖